之前有學生見到我的時候就說 老師我覺得看完你的所有影片 突然覺得社會好黑暗 因為我講的內容都比較嚴肅一點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來聊一些比較軟性的議題好了 就是你覺得到底應不應該買名牌 會讓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主要是前幾天我看到了這支影片 背著那個包你根本沒有那麼有錢 所有的奢侈品其實賣窮人的 不是在賣有錢人的 最大的消費者都是窮人 因為窮人想要去得到那種社會價值觀 肯定的慾望 遠遠大過於有錢人 我們只是覺得 哦 大家都要買Supreme 我就買Supreme 因為這邊有酷啊 Supreme真的很酷嘛 超無聊耶 他只會到底就是個LOGO而已 在影片當中 Eso表達了自己對於名牌的一些想法 我自己也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看法 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討論的 第一個是 Supreme只是一個壓LOGO的衣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Supreme這個牌子 它是一個來自美國曼哈頓的品牌 我自己是沒有買過他們的東西啦 不過因為我身邊有朋友是開精品店的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Supreme有一款帽提 好像叫做Bucks的帽提吧 常常賣到缺貨 那對於我們這種外行人士來講 在外觀上 事實上就像Eso所講的 在素色的帽提上面壓上Supreme的LOGO 那我記得好幾年前 我有在網路上查過 就正版一件的價格要價 三萬六千元的台幣 聽到這個價格 你認為如果是你 你會買嗎? 我記得我在國中的時候 曾經聽到老師說 LV包包的成本只要幾百塊 外觀印花設計也都長得一模一樣 但賣你幾萬塊 當時我聽到這段話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震撼的 因為我也認為 沒錯啊 就一塊做包包的布 是能夠值多少錢 但是在我長大之後 我想一想發現 欸不對啊 這句話前色的價值觀是什麼 是因為那位老師認為 大家會購買一樣商品 都是因為產品本身的材質 用料或是使用性 但他忽略的一件事情是 有時候我們會願意購買一項產品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我們認同他的品牌理念 或是受到品牌故事的感動 就是所謂的品牌價值 打開比方 會願意購買GOGORO或是特斯拉的人 可能不是因為真的喜歡這項產品 而是基於認同他們堅持 節能減碳或是環保的理念 或是讚賞Elon Musk的元件而購買的 因為就產品本身的便利性上來看 可能不比一般的汽車來方便 隨處都可以加油 而且特斯拉的價格 在台灣也相對昂貴 所以我認為 一件要價36000塊的 Supreme帽提 就產品本身來看 確實就是一個壓著LOGO的帽提 似乎不值得購買 但就品牌的價值來看 或許有它值得的地方 所以端看你是要用具體的價格 來衡量是否值得購買 還是抽象的價值 一手一講了 就是有些人月薪只有4萬塊 卻怎麼也都要存錢買一個10萬塊的包包 坦白講 這個現象我也曾經跟朋友討論過 所以就我的價值觀來看 我自己其實也很討厭這種人 但我討厭的並不是月薪4萬 買10萬塊包包這個行為 而是這些人買10萬包包的心態是什麼 每個人偶爾都有自己夢想要得到的物質 例如說我希望未來能夠在加拿大買一艘遊艇 又或者我身邊有一些朋友 想要買一台哈雷機車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你不通不搶 然後用自己辛苦賺你的錢去購買 我認為這沒什麼不對的 每個人都有金錢使用的抉擇權 而且這樣的行為其實超級值得讚賞 因為你付諸行動 努力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如果你今天買一個10萬元的包包 不是因為你真的喜歡 而是你單純覺得擁有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看起來高人一等 或是假裝自己有某一種社會地位 甚至當你背著10萬元的包包的時候 還歧視那些背著路邊攤包包的人 這樣的心態就是我瞧不起的 所以我認為買名牌並沒有錯 買名牌心態錯了才該被討厭 最後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內容是 關於一手提到說 所有的名牌其實都是要賣給窮人 因為窮人被社會肯定的慾望大過於有錢人 其實我聽到這句話還蠻爽的 就是因為他講這句話的目的 其實是要告誡那些企圖使用名牌包 來凸顯自己價值的人 簡單來講就是diss那些想要裝逼的人 客觀一點來看的話 其實我也不太認同這句話 我自己其實也有不少名牌 我不認同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想要用買名牌來獲取社會的肯定 前提是名牌對我來說要是名牌 但問題來了 名牌之所以對某些人來說是名牌 其實是因為經濟能力相對不足 舉例來說 我小時候家裡不像是一般人一樣的富足 所以當我看到同學穿Nike或是Adidas的鞋子 我就會認為他們穿名牌鞋 但當我小大之後 經濟能力相對足夠的時候 LV或是Unicoro的包包 其實沒有誰是名牌的問題 我並不會因為想要被社會肯定 去買一個相對昂貴的東西 只是因為我現在的經濟能力 賦予了我自己更多的選擇權 像我自己上個月也買了一條Unicoro的皮帶 以上就是我對於是否要買名牌的一些看法 簡單概括一下就是 我認為買名牌沒有不對 只要心態正確 不是為了炫富 而是真正的喜歡 並且是用自己努力所賺來的錢購買 那麼沒有什麼不好的 其實我也蠻想聽聽看各位的想法 你有沒有曾經想要買過什麼名牌 那為什麼你想買 又或者你覺得買名牌好不好 我是吳京凱 我們下次見 希望這一集影片沒有這麼嚴肅 好吧